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集超盤手 我是黃子東 我知道投資人可能覺得這一段期間 操作上面你也許不是太順 因為為什麼 你看到最近的行情有超級大好 超級大噴出嗎 好像也沒有對不對 今天禮拜四 目前為止加權指數上漲56點 目前為止 這就是稍微一個比較溫吞型的走勢 你看到K線你會發現 老師好像有撐 但是近期你可能被一些新聞消息面給干擾 例如說FED鷹派出來講話說要升息 造成盤勢稍微比較區間整理 但是我說第一個 你從FED要升息這件事情 其實你可以推估未來什麼樣的類股 會有行情 而且我跟你講升息其實更好賺 我們來看一檔股票 2038海光今天又漲停板 我想鋼鐵族群投資人 最近你可能看到一些新聞報章雜誌 但是你會覺得消息非常多 你甚至是無所適從 因為可能你比較沒有辦法 好好的坐下來解讀這個東西 所以我講今天的節目其實很重要 我會帶你釐清所有的前因後果 到底這個族群你應該怎麼樣操作 很多人可能就覺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昨天海光跌停 今天又漲停 對不對 你可能看著很多消息面 第一個你會看什麼 你可能看這一週 你會發現 大陸又開始排查 鐵礦時的異常交易 和惡意炒作 所以6月21號的時候 你看到鐵礦砂的期貨價格 大跌了9% 我的每一字都是關鍵的 注意是鐵礦砂價格大跌 那這個大跌9%是合約 現貨的話跌幅大約在4% 這段期間我怎麼樣跟你講 第一個 因為海光我們有 我們昨天是先做一個 獲利了結的動作 但是你要仔細聽 我怎麼跟你分析的 第一個 為什麼這個股票 我會挑海光 這段期間我跟你講 你不要挑上游 你不要做中鋼 你也不要做東鋼 這兩檔你不要做 因為他們比較偏上游的部分 理由我會告訴你 總而言之來 我告訴你 我們選海光第一個 因為它是電爐操作的 對不對 然後比較 生產比較中游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 是我跟你講 我說海光 我的對照股 威智 那這兩檔股票 只有一件事情 是一模一樣的 我訊息發出的時間點 在6月21號 公開的社群平台 兩檔股票解禁的時間 都在明天 那因為是6月21號發的嘛 所以我講明天是6月22 那當然你看到6月22 今天已經過去了嘛 我說主力很少會在分盤的時候 把貨出光光 正常嘛 你沒有辦法在分盤的時候 如果你是主力 你不會在這個時候把貨 倒出來給散戶嘛 講的不好聽 可是我們講的是很實物的狀況 因為分盤主力不好賣 解禁了之後呢 在我心目中 我站在主力的思考模式 怎麼樣 我會認為 它應該會在解禁的時候 再拉高一波 散戶就會再進來 我這個時候 如果我要做獲利了結的動作 那是最棒的 對吧 所以我們心中我認定 我的鋼鐵族群 我是要用這樣的方式操作 這段期間我是不是跟你講 有些人可能會這樣跟你解釋 那個基礎建設長線大看好 第一個 我跟你講這個是就總體經濟面的分析 缺少了個股本身 基本面 技術面跟籌碼面 甚至是主力進出場節奏的步驟 少了這些東西 你一檔股票 其實我跟你講 你都不會賺錢 因為為什麼 可能有些人會跟你講基礎建設 那會跟你講哪一檔 最近最熱的 不是2014的中鴻嗎 你有沒有發現海光的走法 跟中鴻完全不一樣 有些人還會跟你講 基礎建設 你看今天鋼鐵族群 哪一支又上漲 沒有啊 你是不開心在心底 因為中鴻這一檔 你可能還套著 所以不是用基礎建設 不是用國際股市 跟你完整的解釋說 你應該如何進出場 這些消息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也看 但是我們真正看的是門道 什麼叫看門道 第一個 你對照一下我們訊息發出的時間點 6月21前面我就跟你講過了 再提醒投資了一次 只有一個基礎建設這樣的東西 是沒有辦法成為你的操盤依據的 我們有一套特殊的交易系統 為什麼我選海光 為什麼我選威智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比較偏中油的 2038的海光 2028的威智 重點在於這兩檔 它的籌碼結構非常的特殊 你不要想說像風水師那樣 跟你講個10年8年 現在的投資人 你也沒有做那麼長 只要顧好現在的這一段行情 那不就好了嗎 所以2038怎麼樣 第一個它是中油廠 前面我們出清一趟 那我也在我們的節目直接公開 公開跟你講 我們出清在什麼點位 6月23出清 今天漲停板 我們出清一趟對不對 你看今天就算是漲停板 還是在57.5 而我們6月23 我們在什麼點位出清 給普通會員的 那我也講為什麼給普通會員 因為這一套策略 這一檔股票 我認為勝率很高 可以說是送分題嘛 主力就在那個地方 就看你有沒有辦法發現 你有沒有這個火眼金睛 就這樣子 海光市價獲利出清 那我講我的訊息 市價有的時候 食物上會員跟著我們操作 也許你現在正在忙 你沒有辦法很快的反應過來 所以即使我寫市價 因為要快點出清 我都會在後面寫一個 目前價格60.2 你看電視節目 清清楚楚一目瞭然 沒有任何含糊的地方 尤其是時間點9點23分 早盤先出清一趟 很漂亮對吧 我們先賺這一趟價差 幾乎可以說出在6月23 早上的最高點 那你可能會講 老師 可是我沒辦法釐清 為什麼前面中國說要打壓 鐵礦砂 然後會是中油會漲 對吧 你可能會比較不清楚 前因後果怎麼推論的 來 我們今天就是要帶你仔細 推論這件事情 你要知道 大陸官方是要排查 鐵礦砂的價格 也就是說它是要 去打壓最上油鐵礦砂的報價 因為為什麼 來我解釋給你聽 照理來講 最上油我們就以鐵礦砂來當代表 那中油下油我們就以熱壓當代表 因為這是一個最大中 兩個圖對照 你會發現 第一個 以長線來看沒有問題 全部都是多方表態 OK 長線你先定調 你要做哪一個方向 做多方 但是我是跟你講 做多方 投資人你要搞清楚 如果你踩的步調不對 你只會跟你講說 別人只會跟你講 那是基礎建設 你就會發現不對啊 兩根三根 我們在賺錢 你在虧錢 那你就已經知道了 以總體經濟面來講 沒辦法很好的 帶你進出一個族群 那我們來看 我們繼續講 先把我們這件事情搞清楚 先講完 為什麼中國要打壓鐵礦砂的價格 因為這一段期間 5月6月以來 怎麼樣 第一個 熱壓廠最高點在6656 低點來到5310 也就是說熱壓廠 它的修正幅度大約在20% 鐵礦砂 最高價在233 最低來到206 就是這段期間 然後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奇怪 這段期間 反而是下游的價格 有稍微沒那麼熱 稍微修正一下 但是為什麼鐵礦砂 可以撐在這個地方 有人炒作 炒作的不是熱壓廠 因為熱壓廠比較偏 中下游的東西 那你可以想說 這就是一個供給跟需求的平衡 人家願意買 我就賣貴一點 這是一個自由市場供需平衡 沒有問題 但是中國官方發現一件事情 為什麼中下游的拉回修正幅度達20% 你鐵礦砂價格 你怎麼有辦法可以撐在這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我中國要先打壓的是上游的鐵礦砂 這樣子你應該很清楚了 那我也跟你講 所以這段期間我跟你講 你不要去做上游的一些 例如說像中鋼 東鋼這樣的股票 你應該是去挑海光這樣的東西 這樣子你就可以知道說 上中下游 完全的清清楚楚 第一個 這個族群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用短短的幾分鐘 讓投資朋友熟悉這個東西 熟悉我們怎麼樣 賺到這一波的價差 那這一波的價差 我說你看訊息 我們這一檔就是獲利將近30% 我們就是這樣子把節奏踩得很準 那我說這個地方 投資人今天終於才同步回想到 第一個為什麼近期我跟你講 汽車族群 因為可能投資人 有些人你家裡是做生意的 對不對 那你做生意 你跟上游批貨 你會發現最近上游批貨 批的很便宜 做生意的很清楚 這樣代表一定賺錢嗎 沒有不一定 還要你的產品熱銷才行 做生意的清楚吧 一家公司要賺錢 不是跟你搞定上游 像我剛剛跟你解釋的是說 鐵礦砂的價格稍微被壓抑 跟聯準會說要升息 有一點點連動 但是我跟你講 這代表著一家公司後面可以賺錢嗎 沒有 只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批貨進來 可以比較便宜 但是是不是代表著可以熱賣 公司可不可以賺錢 還要再經過一道程序 我們繼續往下看 所以這段期間一樣 鐵礦砂價格發生了這件事情 銅價當然也會乖一點 所以你會發現大陸當局就出手降溫 銅跟鐵礦砂的價格 相關的族群我相信你搜尋一下 你會發現一檔股票 接著來這檔股票叫什麼 這檔股票叫做金屬導線價 2351的順德 對吧 上中下游的關係 你終於清清楚楚了嗎 順德2351 這一檔股票我想車用電子 今天市場上面其實我也不再多講了 2351我想今天市場上面 所有的人都開始跟你分析這檔股票 所有的人都突然開始跟你講說 哎呀車用電子 明天25號鴻海開MIH大會 大部分的人分析就只能講到這個地方了 然後只會跟你講 所以這些族群你可以關注 你可以留意 有些人會問 主持人會問老師那能不能買 對方只會給你一句空話 你不要追高 你拉回買 對不對 永遠就是這幾句空話 在那邊換來換去 人家跟你講股票用的是話術 我跟你講股票用的是績效 什麼績效 第一個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一套操作工具 這張圖我拿出來很久了 92塊錢的時候 也許你沒看到這張股票 但是我跟你講最後的上車時間點 是不是就是第一個 92塊是在強弱線的地方嗎 來到多空線 來到正雲帶這個地方 還那時候還不到100塊 這一檔股票是你最後上車的機會 我後面我不會再跟你講說什麼 你等拉回買 講一句空話 前面我就跟你講 六月初的時候我就跟你講 我說這張股票 如果你沒有跟著我們上車 你一定會後悔 這叫做最後的買點 我們從上游原物料 一路講到中游 講到下游 你會發現原物料族群 其實可不可以再往下 推估這些相關概念股 可以2351的順德 請投資朋友好好注意一件事情 來 我們的車用到了今天為止 已經走了這麼遠了 投資朋友 你要留意這張表 怎麼樣 這段期間這幾個標的 是不是都是我直接公開送給投資人的 而且我跟你講這個報酬率 是我們今天早上做的 所以報酬率你打開線圖 你看看老師不對啊 報酬率沒這麼少 一檔股票 譬如說老師 你之前跟我講的2393的溢光 只有漲15%嗎 老師我看好像不止啊 為什麼 2393的溢光今天噴出 不好意思我們手上的股票 今天只漲6% 噴出老師我看今天就5% 你怎麼說從6月初講到現在 只有15% 那是因為這張表是我們今天 我請我的助理 早上就把這張表先做出來 請你把今天的報酬率 再直接加上去 這段期間我跟你講 你真的錯失了一個好族群 你看一下我們的報酬 這段期間我跟你講的 2351的順德 麻煩你把今天的報酬率加上去 超過40% 強茂從6月初講到現在 車用二極體也40幾% 羽絨2233 基本上也有20%以上的獲利 異光更不用講也有20% 這一段期間 如果你沒有注意到這個標的 這些標的全部都不是什麼小股票 全部都是正規均 如果你沒有注意到這個族群投資人 你有沒有覺得很可惜 你可能推估大盤還說 噢目前為止 因為費得升息 我感覺盤勢好像不是很好 你只用大盤來推估整個 目前我們台股的行情 你有沒有覺得相當可惜 那你可能會問啊 老師這段期間 你確實講得很仔細 你從費的升息的時間表 一路從總體經濟面 跟我們討論到個股 對吧 講得非常清楚 我想市場上面 沒有人講得比我更清楚 那我想投資人 我當然很清楚了 你看節目 你最希望就是拿一些好康 對吧 所以我說我講的這些股票 不是說獨候會員 第一個 我們第一步 人家繳會費 他們的權益為優先 這個沒辦法 你必須體諒 但是只要我們進場 我認為在適當的時機點 也就是我認為這個點位 在公開對會員也有交代的時候 我毫不保留的公開給你 麻煩投資人 如果你是今天第一天看我的節目 麻煩你驗證一下 去看我6月7號 6月7號的節目 這個是我Youtube的截圖 時間點在22分18秒 我跟你講我做了一份表出來 這一份表 是我在6月7號的時候 公開在節目上說 要送給投資人的免費 那因為我說我整理出了10檔股票 後面當然不只相關族群 我們又找出更多來 但是這10檔股票我說 第一個我們也不會全部送給 給會員佈局 不會我們的佈局 頂多就是挑個兩檔三檔 這樣子持股就滿檔了 剩下的幾檔股票也非常的好 怎麼辦 沒關係我們公開送給各位投資人 所以在6月7號的時間點 我是不是公開的送這一份表給投資人 那我說10檔股票 我們那天是怎麼樣 我們一檔一檔的掀開 掀開來的第一檔 2351的順得清清楚楚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時間點買 當然我跟你講 其實今天如果要跟你講這個族群 我們可以跟你講得很細 那這檔股票 2351我跟你講 他也很有趣 除了我跟你講說 這一天6月17號一根漲停板之外 他從來沒有一天漲停板過 但是我想你進來市場上面 待了一陣子 你應該也很清楚 每天去追漲停板 這個行情有的時候 就是一根漲停 後面就沒了 這種沒有漲停的股票 後面會怎麼樣 後面會漲不停 這檔股票目前為止 我們的獲利率已經要邁向40%了 對吧 所以我6月17號 其實我也講說 今天這種漲停的手法很不錯 因為他那天漲停 其實是中間有甩叫一下 把當充客甩掉 我們也恭喜持股續報 一路報到今天 那這檔股票我想投資的 你可能會說 老師你好小氣喔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 那是因為你沒有趕快掃描 你沒有趕快加入 我已經要把相關族群的下一檔 因為接下來就是週末了嘛 我準備在這一個時間點 公開讓你知道 這檔股票我想第一個 我們可以先從最上游 開始跟你分析 來全球電動廠市場 目前為止怎麼樣 那我跟你講 目前為止電動車市場 目前為止大家也往歐洲 那個方面擠 英國已經要解禁了嘛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清楚 到了2025年 才是電動車相關族群的爆發期 遠的你可能不想聽對不對 但是我們就來講 2022年 為什麼2022年跟2021年之間有個落差 因為這一年半 大家經歷了個疫情 本來要換車的投資人 這個地方會稍微卻步一下 反正不能出門 我沒有必要這個地 沒有必要這個時候換車 我可以等一等 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2022年 那你當然不可能等到2022年 等到相關的數字都出來了 你才在這個地方講說 那我還能不能買 這樣子是不行的對不對 那這段期間 我是這樣子跟你說的嘛 前段期間 我們完整的跟你 就一個上下游的關係 講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統計了一件事情 第一個 很多人可能會問 那老師那你為什麼選在 這一個時間點 你要重壓這一個族群 對吧 這是我們重點的族群 第一個 兩件事情你看這一份表 你同時看到一件事情 可能投資人 有些人操作沒有這麼短 我相信6月中的時候 你一定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有一個ETF正在募集 什麼時間上市 7月初上市 什麼時間募集 6月中的時候募集 那是因為你沒有加入進來 可能這些重要的訊息 你全部都忽略了 我們直接來看 5月31號的事情 5月31號 我在我的Lite裡面 就已經公開這個訊息了 5月31號 我就已經講了 投信會開始動作 國泰智年電動車ETF 會開始募集 所以往下看相關概念股 是我們6月佈局的重點 好 那今天我再回答你一個問題 相關族群的大爆發會在第三季 最高點會在第三季 第一個 那我們佈局的時間點 當然會往前 6月我們一定會先做一波 所以時間點 族群 點位 今天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投資人這樣子 我相信你應該可以理解 整個邏輯脈絡 你都很清楚了 那我也跟你講 第一個 它的高峰會出現在第三季 所以我們今天已經先賺完一波了 我跟你講後面還有行情 因為你最想問的就是 老師我知道了 我很後悔沒有跟上你的腳步 沒有賺到這樣的一檔股票 你只想問一個問題 老師 那後面還有沒有進場的機會 我今天就給你一個肯定的答案 因為相關族群通常它的高峰期 第一個高峰期會落在第三季 接下來就是明年的第一季 這兩個季這兩季 通常都是相關族群的高峰 然後我們統計了一下 第一個 因為如果今天這檔股票 我秀出來告訴你說 哇我們大賺 你心裡可能還算溜溜的 老師那是你賺我沒有賺 所以我跟你講 今天的節目時間不太夠 我們統計一下 加權指數過去10年 投信籌碼 又是內資籌碼 真正好的 真正會作價的 其實是在第三季 所以第三季才是中小型個股 股價爆發的時候 如果這些股票 你前面通通都錯過了 這整段行情 你前面通通都錯過了 都沒有跟上我們腳步 這些東西你通通都沒有賺到 那投資人我跟你講 當相關族群休息或滑落的時候 我們自然下一步 會再帶投資人 做一個良好的佈局 我們中間廣告先休息一下 27810909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投資人 你目前為止可能再懊惱 這些股票 順德 強茂 宇龍 逸光 有光的股票 不知道為什麼 這段期間我們做的特別順手 檔檔都發光 那我也跟你講 你不要覺得可惜啊 兩個禮拜之前 你沒有來跟我要 因為順德我們開牌了之後 下一檔 我們就開牌2393的逸光嘛 逸光今天的表現 收盤最後一盤 漲6%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我們代會員 就是聚焦在這些股票 我們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對你的保證 也就是我們的持股 都是相當的精簡 三檔滿檔 有興趣的投資人 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 祝投資人操作順利 我們下期見 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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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保證